月球,俗称月亮,又称月,古时又称太阳,神兔,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月球是太阳系中第五大的卫星,直径是地球的四分之一,质量是地球的八十一分之一,相对于所环绕的行星,它是质量最大的卫星,也是太阳系内密度第二高的卫星,仅次于木类一,一般认为月亮形成于约自十五亿年前,地球出现后的不长时间。 有关它的起源,有几种假说,最被普遍认可的解释是,它形成于地球与火星般大小的天体,威尼亚之间,以次巨大撞击所产生的碎片,地球北半球所见的刚过满月的月球,它的自传与公传统不朝夕锁定,因此始终以同一面朝向着地球,正面标记着黑暗的火山熔岩海,中间交杂着明亮和古老地窍的高地和弦墨, 它是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天体,尽管它呈现非常明亮的白色,但其表面实际很暗,反射率仅略高于较利清,由于月球在天空中非常显严,再加上规律性的月相变化, 自古以来就对人类文化如语言、地法、艺术和神话等产生重大影响,月球的引力影响造成地球海洋的潮汐,可每一天的时间延长,月球现在与地球的距离,大约是地球直径的30倍,而月球与太阳的大小比率与距离的比率相近,使得它的视大小与太阳几乎相同, 在日视时,月球可以完全遮蔽太阳而形成日圈时,月球是第一个人类曾经登陆过的地外星球,前苏联的月球计划在1959年,把设了第一艘登月的无人太空船,而美国纳水的阿波罗计划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实现的载人登月任务,阿波罗8号在1968年,曾在人环照月球,1969年阿波罗11号,首次在人登月, 月球,至1972年,人类共六次登月成功,这些任务总共带回了,超过380公斤的月球岩石,其中有些被用于研究月球的地质,以了解月球的起源通过相关的研究,提出月球形成于45亿年前的巨大撞机架说,月球内部结构形成,以及月球形成后的历史,在1972年阿波罗17号之后, 只有无人太空船继续拜访月球,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索林的月球步行者漫游车,自从2004年,日本,中国,印度,美国和欧洲空间局,都拔设了料月类型, 这些太空探测器致任了月球极区上,拥有阴暗的坑穴的土壤中有水冰的存在,现在人类有在人重新登陆探测月球的计划,例如美国重返月球计划,中国探月工程等已经确定实施,但细节均的延维阶段,到时间内还未能成形, 现在在外太空调月下,月球依然是所有国家以和平的用途,可以自由检望探测的场所,凌称和语言中文的月为象形文字, 在甲骨文中越像一弯梅月的样子,东汉雪盛代说文解字一书中分析月的字形式说,月,缺也,人们经过观察,发现月圆的时间少,缺嫌月或梅月等的时间多, 于是就照梅月的样子,创造出这个象形字,在英语中越的专有名称是The Moon,该名词源源是日耳曼语的MNN,在725年之前的古英语,被称为MNA, 1135年为Moon,大约在1380年变为Moon,之后再变成现在的写法,月球在现代英语的主要形容词是Luna, 原则拉丁文的Moon,另一个比较不常用的形容词是Selenic,则原则古希腊文的Selen, 是衍生字自受Selenic像是Selenography, 月时期间呈大红色的月球,形成有数种机制,都认为月球形成于45.27亿, 加减0.101一年之前,即大约是太阳系诞生之后的3000万至5000万年, 这些机制包括分裂说,不或说乎月同源说, 孪生说等,分裂说认为月球是由于离心力从地壳分裂出去, 但要产生如此大的离心力,需要地球在诞生出时时, 有超高速的自转,不或说则认为月球是在成形时, 被地球引力场,获得天体,但这种假说是要地球拥有一个有非常大的大气层, 来消耗月球通过时的能量,减缓月球运动速度, 从元说认为地球和月球,形成于同一元生息基胖, 但这种假说无法解释月球上金属铁的匮乏, 也不能解释地月系统的高角动量, 现今主流的地月系统,形成理论是大胖胀说, 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被称为文艺亚, 神话故事中月球女神赛勒涅了母亲, 女人生地球腾撞,爆裂出的物质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 经游戏即形成月球,该假说虽然不是很矮美, 但也许是最好的解释, 在1984年10月,有关月球起源会议召开前的18个月, 比尔帕特曼,比尔哈特曼,罗杰菲利普斯, 罗杰菲利普斯,罗杰菲利普斯,和杰弗泰勒, 杰菲提勒,挑战月球科,学家同事们, 你们有18个月的时间,下定决心, 回到阿波罗数据,回到电脑中, 做所有你们必须做的事, 不要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除非你们有了有关月球诞生的话要说, 1984年夏威夷科娜的会议上, 大碰撞假说成为最受欢迎的理论, 在会议之前,有三种传统理论是派, 加上少数开始认真思考大撞击理论的人, 大量的是认为,辩论永远不能解决问题的中间派, 会后,学术界实质上只分为两派, 大碰撞阵营和不可知论者, 大碰撞理论认为, 在太阳系诞生的早期, 巨大的撞击是很超简的, 计算机模拟的大碰撞模型表明, 这样的撞击后产生的双性系统, 具有充分的角动量, 匹配目前地月系统的轨道参数, 而且也可以解释月球具有相对较小核心的原因, 此外,大碰撞书还可以合理解释地月成分的不同, 月球的大部分组成成分, 都来自撞击前的天体, 而并不是原生的地球, 但是这个假说仍然不是很完善, 例如对远时的研究, 是显示那太阳系的其他天体, 如火星, 到神星等, 气阳和雾的同位素成分和地球不同, 而地球和月球, 有非常相似的同位素成分, 一个合理的解释, 是导致地月系形成的撞击, 混合了地球和月球形成时挥发的物质, 有可能导致两个天体之间, 同位素的组成变得均衡, 但这种解释仍有争议, 大碰撞中所释放的大量能量和滞耗, 在地球轨道上在作用的物质会融化地球的外壳, 形成岩浆海, 新形成的月球也会产生自己的月球岩浆海, 估计它的深度范围为500公里, 至1737公里, 1079英里, 相当于月球最深的半径, 尽管它准确地解释许多证据, 但大狭机假说很难完全解释一切, 其中大部分涉及月球的组成成分, 另外一种假说则认为大碰撞, 产生了两颗在同一轨道上的卫星, 一个就是月球, 而另外一个较小, 直径只有约1000公里, 在数千万年后, 两个卫星缓慢相撞, 最后合二为一, 这种假说解释了月球一面地势平坦, 另一面则必是起伏不平的原因, 2001年, 华盛多卡奈基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团队, 报告了对月球岩石同位素最精确的测量值, 研究小组惊讶的发现, 阿波罗计划所带回岩石的同位素特征, 与地球岩石相同, 而不同于太阳系几乎所有的天体, 这完全出乎于以前认为的进入轨道, 行政月球的大部分物质, 都来自于罗伊亚的想法, 2007年加州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宣布, 罗伊亚同位素特征, 与地球相同的概率低于1%, 2012年发表的阿波罗月球样品的太同位素贝西同样表明, 月球和地球的组成成分相同, 就完全有被于大碰撞假说预期的月亮, 形成于远离地球的轨道, 过来自罗伊亚,内部构造, 月球的结构,月球是一个已经分移的天体, 其他拥有地壳,地门,和核心, 月球的内核不含过太铁, 半径大约240公里, 此外还有一个流起的外壳, 主要成分是叶太铁, 半径大约为300公里, 核心周围是部分隆隆的边界层, 约有500公里的宽度边界层结构, 是在45亿年前, 月球形成不久之后, 由月球岩浆海通过分离结晶形成的, 岩浆海的结晶可以经由沉淀形成, 由美铁质和沉积的改缆石, 行灰石和斜方灰石等矿物组成的地脉, 4分之3的岩浆海结晶之后, 可能行出密度较低的结传石, 并浮在地壳的顶部, 最后采油液体结晶的部分, 会被夹在地壳和地脉之间, 并且含有大量不相融合发热的元素, 可知相符的, 是从月球轨道上摇杆位置跟月球地, 确化学图也显示其地壳几乎都是由血肠也组成, 通过对部分融融的地脉喷发出的龙年流冷明下来的热炎量版的研究, 科学家确证地脉含有比地球更丰富的铁, 其主要成分是煤铁质, 通过地球物理技术发现月球地壳的平均厚度, 约为50公里左右, 月球是太阳界内密入第二高的卫星, 仅次于Io, 但是月球的内阁并不大, 半径大约是350公里甚至更小, 只占月球大小的约20%, 相较之下, 其他地球型天体的比例约为50%, 它的组成上不是完全清楚, 可能是由金属链组成, 同时含有少量流合面, 对月球随着世间变化转动的分析显示, 月球核心至少很有部分是融融的, 表明地质月球是地球的同步次转卫星, 它绕轴次转的周期, 与绕地球的公转周期是相同的, 这使得它几乎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 它之前以较快的速度旋转, 再后来了由于地球产生潮汐摩擦, 让天磁转速度减慢, 直到最后以同一面持续面对地球, 即潮汐锁定, 我们将月球朝向地球的一面被称为正面, 而相对的另一面则称为背面, 背面通常也称为暗面, 但是事实上它如同正面一样会被照亮, 当月相围经月时, 我们看到月球的正面是黑暗的, 而月球的背面则被太阳照亮, 科学家曾经使用激光测高仪和力气影像分析, 对月球表面的地形进行测量, 月球表面最明显的地形特征, 是位于背面的巨大撞击坑南极矮拖坑藤地, 其直径有2240公里, 是月球上最大的云石坑, 也是太阳系中已至最大的, 它的底部是月球上海拔最低的地方, 深度达到13公里, 而月球海拔最高的地点, 则正好就在它的东南方, 有人认为这个区域是造成南极太托坑藤地的撞击所形成的隆起, 月球上的其他大撞击藤地, 如举海、成海、贵海、石密斯海和东方海等, 也都拥有地海拔的区域和高层的边缘, 月球被念造平均高度, 比正面高1.9公里, 月球的地形, 表面地理月球是一个南北极烧点, 赤到了少许隆起的边球, 它的平均级半径比赤到半径短500米, 南北极区也不对称, 北极区隆起, 南极区发现约400米, 但在一把计算中, 仍可把月球当作三轴椭圆起看待, 物理天平洞的研究有助于解决月球形状问题, 通过天平洞研究还表明, 月球重心和几个中心并不重合, 重心偏向地球两公里, 这一结论以为阿波罗等月获得的资料所证实, 火山地形在月球表面上用肉眼, 可以清楚看近有黑暗的, 相对平坦的平原, 我们称之为月海, 这是因为古代的天文学家认为, 这些地方充满了水, 现在, 我们知道这些黑暗部分, 是古代火山爆发后, 熔岩浆在瓦地凝结成的广大玄武岩, 和地球的玄武岩类似, 月海中的玄武岩含有丰富的铁, 而完全缺乏因水流过而出现的矿物, 大多数喷发的熔岩浆流入与撞击盆地相连接的八地, 形成月海, 现在科学家已经在月球正面的月海中, 发现几个拥有盾撞火山和火山穷顶的地质分区, 这些是熔岩浆凝结形成月海的证据, 几乎所有的月海都位于月球正面, 占正面面积的31%, 相较之下, 在月球背面只有少数的月海, 只含带了背面2%的面积, 这被认为可通过月球探勘者的卡马射线光普仪, 所描绘的月球化学图上所看见在月球正面地交下的生热元素的浓缩有关, 生热元素的浓缩会造成低脉下的温度上升, 部分溶解, 并上升到表面造成喷发, 大部分玄武岩的喷发, 都出现在30至35亿年前的雨海记, 但也有不少部分样本的辐射定年显示, 进行至于更古老的42亿年, 也有一些相对年轻的样品, 最年轻的喷发物, 经由撞击坑技术测定年线, 发现其发生在12亿年前, 月球上较量的部分被称为高地, 因为它们高于大多数的月海, 经由辐射定年测定, 它们是于14亿年前形成的, 这意味着这些高地, 可能是在月球沿江海形成时的 写长沿堆积所产生的, 月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山脉, 被认为由地质构造世界产生的, 任何地球的情况刚好相反, 撞击坑, 在月球背面的戴达罗斯坑, 另一个会影响月球表面地形的主要地质事件, 是撞击坑, 小行星破坏星撞击月球表面时, 都会形成陨石坑, 现在估计搭载月球正面直径, 大于一公里的陨石坑, 就大约有30万个, 其中有些陨石坑, 与知名的学者, 科学家, 艺术家和探险家的名字命名, 月球地质年代, 是根据月面上的重大远石撞击事件进行分界, 包括在九海, 日海和东方海等的撞击事件, 这些撞击事件的结构特征, 是产生多层物质隆起的环, 通常是由数百至数千公里直径的围旋转, 喷发物尘机, 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地层事件, 由于月球没有大气层, 天气变化, 在最近几十亿年也没有地质活动, 大部分环形山都保存得很完好, 虽然有几个多环很地铃显得已经很久远, 他们还是能用于分开相对的年龄, 由于撞击坑是以恒定的速率累积, 计算单位面积内的撞击坑数目, 可以用来估计表面的年龄, 阿波罗任务收集撞击融化的岩石, 已辐射测定年龄, 存积在38亿和41亿年的年龄, 这已被用来建议撞击的后期重空架期, 覆盖在月球地窖上的是高度粉碎的碎裂层, 更小的颗粒和撞击人意下的表面层成为风化层, 是由撞击过程形成的, 最起围的风化层, 是二氧化硅的月球土壤玻璃状物体, 有着像雪一样的纹笔和纹起来像用过的火药, 较老的风化层表面一般比年轻的表面厚, 在高地的厚度在10到20米之间, 在海的厚度则是3到5米, 在细致的粉碎工化层, 下面是粗工化层, 后达数公里高度碎裂的极点, 水的存在月球的表面不存在液态水, 因为太阳不是会使水位光解并快速溢入太空, 但从1960年代以来, 科学家假设由卫星撞击所带来的水, 或者来自太阳风的星, 和寒雅丰富的月面反应所产生的水, 都可能以冰的形态沉积下来, 并在月球两极撞击坑低温的永久阴影区, 留下可以追踪得到的痕迹, 电脑模拟月面的永久阴影区约有14000公里2, 在月球上可用水的数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可以决定监视一个月球式支持计划的成本效益, 因为从地球运水到月球的费用几为养费, 今年来, 已经在月球表面发现水的特征, 在1994年, 安装在克莱蒙蒂娜太空船的双向雷达实验, 显示有少量冰冻的水, 存在接近表面的凹雪内, 但是, 后续使用阿雷西波的雷达观测, 认为此一发现可能是由星撞击坑中的岩石, 近被撞击的岩石喷出的, 在1998年, 月球看探者携带的中子能符记显示, 在极地附近深度一米的风化层, 存在着高浓度的金, 在2008年, 对一颗有阿波罗15号带回的熔岩珠的分析, 显示有微量的水, 存在于球状硅酸岩玻璃内, 在2008年, 印度的月船一号太空船, 使用了在月球矿物回土地, 却认表面有水冰的存在, 分光机观测在反射的阳光中, 侦测的抢击的通用机收普线, 提供了有大量水冰在月球表面的证据, 太空船显示, 浓度可能高达1000PPM, 在2009年, LCROSS送了一个2300公斤的撞击器, 到几区永久阴暗的环形山, 并且从喷出的雨状物质中, 至少检测到100公斤的水, LCROSS另一个实验的数据显示, 侦测到的水量, 更靠近155公斤, 加渐12公斤, 重力和磁场月球的重力场, 已经通过围绕月球旋转的探测起, 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多普洱效应所测量到, 月球重力场主要的特征是拥有质量流, 即在一些巨大的撞击盆地, 却反而出现较重的重力分布, 这可能与组成这些盆地的玄武岩融年流密度较大有关系, 这些异常的烦扰月球轨道的太空船有极大的影响, 如果进月球这些地域时, 假如太空船与月面距离足够低, 而且轨道不再修正的话, 那么太空船会在数个月或数年间在月球表面坠毁, 但令人困惑的是, 熔年流密度半生, 不足以完全解释重力异常, 有一些质量流的存在, 明显和月海中的火山作用形成的熔年流无关, 月球拥有一个强度弧的地球磁场1%, 包围在一至数百纳特斯拉之间的外在磁场, 月球上已被发现有类似质量流的异常的磁场区, 这些磁场区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磁场强度, 但是仍因为知, 天体液体金属核心可以生成的全球性双击性磁场, 但现在月球的磁场并不是由液体金属核心产生的, 而可能是在月球演化的历史早期被磁场而一直保留至今的地球磁场, 月球磁场另一种可能来源是在大碰撞事件期间生成的水泰磁场层的磁场, 通过撞击产生的分离磁云包围, 扩大了磁场的范围, 这种说法受到最大的地球磁场撞击盆地对面出现对质点的支持, 大气层月球有一个非常稀薄, 接近真空的大气层, 总质量低于时空多, 如此小的大气质量, 在月球表面产生的压力, 大约是三星1015ATM0.3A, 数值随着月球一天的时间不同而改变, 月球大气的来源, 包括初气和电射, 如太阳风的离子通击月球表面释放出的原子, 过往曾经检测到有电射产生的原子包括纳和甲, 相同的情况也曾在水性和Io的大气中发现过, 月球大气的太子来自太阳风, 亚次时东复222和波复210则, 来自月球地脉相关元素放射性衰变后的电射, 但月球大气中缺乏存在于月球表沿线的氧, 氮、氮、氮、氨、氨、氨等自然元素的原子或氨子, 目前援引上不清楚, 月船一号已经在月球大气中发现水蒸气的存在, 其含量随着月球纬度的不同而改变, 大约在纬度为60到70度时, 水蒸气的含量最高, 这些水蒸气可能是由月球表面表沿线的水冰升华而生成的, 月球大气层的气体, 有些被月球的重力吸引回到表沿线, 有些由于太阳的浮射压, 或者被太阳风的电力后逃逸到太空中, 季节月球的转周倾降只有1.5次度, 远响于地球的23.44度, 由于这个缘故,太阳照射对月球季节变化的影响很小, 反而是月球两面地形对季节变化有重要作用, 在2004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Handacy博士, 率领的小组研究克莱蒙蒂娜探测器, 在1994年获得的影响, 发现为月球北极的皮尔斯环形山边缘, 有四个区域, 在整个月球域中的被阳光所照亮, 形成永久风, 而在月球南极地区没有类似的区域, 而在极区的许多环形山底部是永久黑暗的, 没有受到阳光照射, 这些黑暗的环形山底部是极低温的, 月球开侧回到飞行器, 在下迁的南极环形山底部测得的最低温度, 是35K, 238度C, 而在接近冬至时, 在贵极侧的埃尔尼特环形山的温度, 只有26K, 247度C, 这个温度比明王星的表面温度还要低, 是太空船在太阳系中所测得的最低温度, 会到地域系统的示意图, 为一致的比例, 月球相对于固定的恒星, 以27.32天的周期, 完整的绕行回来一周, 更正确地说, 月球的平衡星周期, 是27.321661天27B07H43米11.5F, 和平回归周期从分点至分点是27.321582天27B07H43米04.7F, 天文历书的补充解释, 1961APP107它的恒星周期, 然而, 因为地球间同时间也照着太阳转, 它对地球呈现相同上位的时间就会较长, 大约是29.53天, 它的汇合周期, 与其他行星大多数的卫星不同, 月球的轨道比较接近, 黄道平面, 而不是地球的赤道平面, 月球的轨道受到太阳和地球许多小, 复杂, 并且相互影响而拦截的射动, 例如月球轨道平面的渐进专动, 这影响到月球其他的运动状态, 卡西迪定律, 以数学系数出后续的影响, 其中主要的轨道变化有, 偏心率变化, 轨道轻角变化, 贡献运动, 交电吸退, 中心差, 偏心率变化, 太空深处, 气候观测卫星, 所拍摄到的月球, 从地球前方掠过的景象, 月球轨道偏心率变化, 在十五分之一到二十三分之一的范围内, 偏心率的平均值为零点零五四九, 接近十八分之一, 严格来说, 地球与月球围绕共同置心运转, 共同置心距地心四线六百七十一公里, 即地球半径的三分之二处, 由于共同置心在地球表面以下, 地球围绕共同置心的运动, 好像是在晃动一把, 从地球背景上空观看, 地球和月球, 距离逆时针方向自转, 而且月球也是以逆时针要的运行, 甚至地球也是以逆时针要日光转的, 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月球轨道轻角和月球自转轴轻角的数值, 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其实, 轨道轻角是相对于中心天体, 及地球而言的, 而次转轴轻角则相对于内星, 及月球本身的轨道面, 这个定义习惯很适合一般情况, 例如人造为新的轨道, 而且数值是相当固定的, 但月球却非如此, 更现运动月球围绕地球的椭圆轨道, 在它自己的平面上也不是固定的, 其椭圆的空线近地点和远地点的连线, 沿月球公转方向上前移动, 内8.85年移动一周, 中国早在东汉, 贾奎就提出月球是运动的最基本每9年运动一周, 这实际上正式拱线运动的结果, 轨道轻角变化, 月球轨道白岛对地球轨道狂道的胶角, 黄白胶角变化在4度57到5度19之间, 平均直转5度09, 月球的轨道平面, 白岛面与黄岛面地球的公转轨道平面, 保持着5.145396度的夹角, 而月球自转轴和与黄岛面地板线乘1.5次2次度的夹角, 因为地球并非完美球形, 而是在赤道较外隆起, 因此白岛面在不断进动, 及与黄岛的焦点在顺时针转动, 为6793.5天18.5966一完整一周, 其间白岛面向对于地球赤道面, 地球赤道面比23.45度倾斜与黄岛面, 在加角会由28.60度, 及23.45度, 加5.15度至18.30度, 及23.45度5.15度之间变化, 同样的, 月球自转轴与白岛面地板角, 亦会介乎6.69度, 及5.15度加1.54度, 及3.60度, 及5.15度1.54度, 月球轨道这些变化, 又会反过来影响地球自转轴的轻角, 使它出现加减0.01256度的摆动, 称为张洞, 焦点吸退白岛与黄岛的交线, 其空间位置并不固定, 而是不断地向西运动, 每18.6年运行一周, 这一现象早在东罕末年, 就为流洪发现, 并用于月时预报计算中, 中心差, 由于月球轨道是椭圆而不是圆形, 月球攻转速度并不均匀, 月球运动同均匀的圆周运动比较, 十二超前, 十二落后, 七半振幅为6度, 二九, 周期为27.554.55日, 即和天平洞, 由于月球轨道为椭圆形, 当月球处于远地点时, 它的自转速度便追不上公转速度, 因此我们可见月面东部达东京98度的地区, 相反, 当月处于远地点时, 自转速度比公转速度快, 因此我们可见月面西部达西京98度的地区, 这种现象称为晶天平洞, 又由于月球的自转轴, 倾斜于公转轨道平面白道面, 而白道与黄道又有约五度的交角, 因此, 月球然后地球公转一周时, 急区会做约七度的晃动, 这种现象称为伪天平洞, 再者, 由于月球距离地球, 只有六十地球半径之遥, 若观测者从月处观测至远落, 观测点便有了一个地球直径的位移, 各夺见月面近度一度的地区, 这种现象称为周日天平洞, 如同绝大多数天体运行, 月球绕地球的长期轨道痕迹是一个田田圈, 月球轨道远离的现象, 会到目前轨道的大约1.4倍为止, 然后再慢慢绕回来, 相对大小月球相对于地球的大小是最大的, 直径是四分之一, 质量是81分之一, 就卫星与行星的相对大小比例来说, 它是太阳系最大的卫星, 虽然凯伦与二行星冥王星相对来说更大, 然而, 地球和月球仍然被认为是一种行星温星系统, 而不是双行星系统, 因为它们的质星, 一般所谓的质量中心, 位于地球表面之下1700公里, 大约是地球半径的四分之一, 从地球看月球月球, 有着异常低的板照率, 它的数值与煤炭相当, 尽管如此, 它仍是天空中寄太阳之后第二量的天体, 这一部分是因为对冲效应的增强效果, 在咸月时, 月球只有十分之一的亮度, 而不是满月一半的亮度, 此外, 由于视觉系统的颜色和层性重新校准天体的颜色和周围环境的关系, 因为周围的天空比较黑暗, 会觉得被太阳照射的月球, 是比较明亮的天体, 满月的边缘感觉上会比中心明亮, 并没有周边温暗的效应, 这是月球土壤的反射特性, 它反射像太阳方向的光多于其他的方向, 月亮出现在靠近地平线, 是会显得比较大, 但这纯粹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 也就是所谓的月球错觉, 最早的细数出现在公元前期日记, 月球被太阳照射的方向和从地球看见的一个月的变化, 结果是月球的向北, 月球在天空中最高的高度变化, 虽然它有与太阳相同的显置, 在一年当中, 它会随着季节与月下变化, 满月在冬天到达最高的位置, 18.6年的焦点周期也有些影响, 但月球的升焦点在春分点, 月球每个月的的维度可以到达28度, 这意味着月球会出现在赤道到维度28度之间的天顶, 反过来讲小点在春分点则只有18度, 月球的星月方向也使绝于观测者的维度, 接近赤道的观测者, 可以看见微笑状的星月, 月球的表面是否会随着时间改变, 但历史上仍有争议, 今天, 许多这些主张被认为是奇幻的, 是在不同光线条件下观察的结果, 不良的殉明度, 或不当的绘图, 但是, 偶尔会出现出气现象, 还有小部分的报告, 可以归因于顺便月面现象, 最近, 有人认为月球上一个三公里之近的区域, 在一百万年前, 被释放出的气体改变, 月球的外观, 像太阳一样, 也会受到了地球大气层的影响, 常见的是当月光通过高空的卷层云时, 会受到冰晶的折射形成, 22度的运环, 通过波云也会有相似的面环, 潮汐向影, 地球上的潮汐, 主要是来自月球尖比地球两侧引力强度的接近变化, 潮汐力, 造成的, 这在地球上造成两处隆起, 最清楚的是海潮, 海平面的升高, 由于地球自转的速度, 大约是月球环绕地球速度的27倍, 因此, 这个隆起在地球表面上, 被拖跃的速度比月球的移动还快, 大约一天, 绕着地球的转轴旋转一圈, 海潮会受到一些影响而增强, 水经过海底时的摩擦力与地球自转的偶合, 水移动时的惯性, 接近陆地的平坦海潭, 和不同海洋和地之间的震荡, 太阳的引力对地球海潮的影响, 大约是月球的一半, 它们相互的引力影响, 造成了大潮和小潮, 月球和靠近月球一侧隆起的重力偶合, 对地球的自转产生了一个扭曲, 从地球的自转中消耗了角动量和转动的动能, 反过来, 角动量被牵挟到月球轨道, 是月球加速, 使得月球升到更高的轨道, 和有更长的轨道周期, 结果是, 月球和地球的距离增加, 和地球的自转减缓, 通过爱波罗任务, 安装在月球表面上的月球测距移, 测量月球到地球的距离, 发现地距离每年增加38毫米, 虽然每年只是月球轨道半径的0.1ppb, 原子中也显示地球的自转的一天, 每年月减缓15微秒, 在UTC的缓慢增加, 被热秒加以扫折, 潮汐拖液会继续进行, 直到地球的自转速度, 减缓了与月球的轨道周期吻合, 然而,在这之前, 太阳已经成为红巨星, 吞噬掉地球, 月球表面也能体验到周期约27天, 振幅约10公分的潮汐, 它有两种成分, 因为它的统不自转, 来自地球的是固定的, 和来自太阳的变动, 来自地球导致的量是千平洞, 这是月球轨道微信率造成的结果, 如果月球轨道是理想的源, 就只会有太阳造成的潮汐, 天平洞会改变从地球看见的角度变化, 使得从地球可以看见59%的月球表面, 但在任何时间看见的都略少于一半, 这些潮汐力累积的硬力会造成月阵, 虽然每次震动可以持续至一小时以上明显的比地震的时间长, 因为缺乏水来阻蔽震动的振幅, 但月阵不如地震的频繁, 也比地震微弱, 月阵的存在是1969年到1972年的阿波罗太空园, 安放在月球上的地震里的一个意外发现, 时当地球、太阳和月球在一条直线上时, 才会出现时, 日式发生在说, 有别于今月, 当月球介于地球和太阳中间, 随便过来, 月时发生在满月, 当地球介于太阳和月球中间, 从地球看月球的角视直径和太阳的角视直径变化的范围是重叠的, 因此日式时会有日圈时和日环时的可能性, 在日圈时, 月球会将太阳的盘面完全遮蔽掉, 因此一只肉眼就能看见日面, 由于地球和月球的距离缓慢地在逐渐增加中, 月球的角视直径逐渐减小, 这意味着在数百万年前的日时, 月球都会完全遮蔽掉太阳, 而没有发生日环时的可能, 同样的, 从现在开始大约61年之后, 月球将不再能够完全遮蔽掉太阳, 因此将只会发生日环时, 由于月球环绕地球的轨道, 相对于地球环绕太阳的轨道, 又大约5度的倾斜, 所以不是每个星月和满月都会发生时, 当时发生时, 月球必须在两个轨道平面交集的附近, 日时和月时复发的周期性, 由沙罗周期来描述, 其周期大约是18年, 由于月球在天空中, 总是会遮蔽大约半度直径圆形区域的视野, 当一颗亮星或行星经过月球的后方时, 就会发生碾星的现象, 从世界中隐藏。 这样一来, 日时只是太阳被掩蔽, 由于月球非常的靠近地球, 单独一颗恒星被掩蔽的现象, 不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地点都能见到, 也不是同时见到, 并且因月月球轨道的进洞, 每年会被掩蔽的恒星也都有所不同。 早期被研究在天文学发展的早期天文学家, 已经对月球周期有深刻的理解, 如他约在公园前五世纪, 巴比伦天文学家已经知道, 月时, 由他约18年的沙罗周期, 电渡天文学家已经对月球每个月的聚角进行描述, 中国天文学家时辰FL4TH32ABC, 确定了一套预测月时月时的公式, 之后, 月球的天然形状和月光的成因也被了解, 古希腊哲学家埃纳克萨克拉公迪, 428BC推断太阳和月球都是巨大的岩石球体, 而且后者通过感射前者的光来发光, 虽然中国汉潮时认为月球等同渔气, 它们的浮射影响理论解释月球光只是反射, 自太阳, 金方前77年137年注意到月球是球体, 公元499年, 厌渡天文学家阿耶波多, 在他的Aurobosia记录月球的要阳光芒, 是反射阳光的缘故, 天文学家兼物理学家海石木发现月球不像镜子那样反射阳光, 而是从月球表面每一个方向往所有方向发射出去, 中国宋朝的神阔, 创造一个涂上白色粉末的遗求泛式阳光, 来解释月象的变化, 而从侧面看时, 就能呈现每一个月像, 亚里士多德的宇宙的描述, On the heavens, 月亮标示出各别元素土, 水, 风和火的球和不朽的恒星, 以它之间的边界, 一个有零少益的哲学主导的诗迹, 然而, 在前两世纪, 赛琉西亚的赛琉谱的理论认为, 潮汐是月球引力引起的, 因为潮汐的最高点, 都与月球相对于太阳的位置相对应, 阿里斯塔克斯在同一个世纪, 计算出月球大小和距离, 得知地月的距离是地球半径的20倍, 脱乐逆境一步更正这些数值, 平均距离是地球半径的58倍, 直径是地球的0.29, 非常接近现在个别的值, 柳诗和0.273, 阿基米的发明文刻计算, 当时已知行星和月球运动的天象仪, 在中世纪望远镜发明之前, 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月球是一个球体, 但许多人却认为它的表面是非常贫乏的, 1609年, 加利略在星际信史中使用第一架声索望远镜描绘的月球, 注意到它并不是光滑的, 有着环形山和山, 望远镜描绘出如下的月球, 乔万尼巴蒂斯塔里乔丽, Giovanni的T-Stript surely, We have Pierre, We have beer, 和梅德勒 在1834-6年间发展出更精确的Meple S-Elinographic, 并且在1837年出版相关的SugarMont, 第一次用三角法准确地研究月球特征, 包括1000多座山的高度, 并引导对月球研究的精确度, 可能如同地球的地理, 最先注意到的月球环形山科学家是加利略, 一直被认为是火山, 直到1870年代, 历查德波达Riford Proctor, 才提出, 这是由着急形成的假设, 这种观点在1892年, 获得地质学家可洛夫及伯特Grove-Carne Gilbert的实验之时, 1920年至1940年的比较研究一道月球地层学发展, 在1950年代成为天体地质学的一个崭新且持续发展的分支, 第一次直接探测, 1959、1976在冷战期间, 美国和前苏联一直希望在太空科技领先对方, 这场太空竞赛在第一名人类登陆月球时达到高潮, 美国阿波罗11号的指挥官尼尔阿姆斯壮, 是他足月球的第一人, 而尤金塞尔南则是在上世纪站在月球上的最后一个人, 他是1972年12月阿波罗17号任务的成员, 苏联的任务冷战刺激了苏联和美国的太空竞赛, 导致月球探测的加速和驱慰性, 一旦发射机有足够的能力, 这些国家就送出无人探测器进行飞越和撞击或登陆的任务, 来自苏联的月球计划太空船最先完成多项目标, 于1958年进行了三次位赋予名称的失败任务之后, 第一个脱离地球的引力, 并且被越过月球的人造物济是月球一号, 第一个撞击月球表面的人的物济是月球二号, 第一个拍摄的通常是被遮蔽, 而看不见的月球被灭, 影像的是月球三号, 这全都发生在1959年, 第一艘成功执行在月球软着陆的是月球九号, 第一艘环绕月球的无人太空船是月球十号, 这两者都完成于1966年, 将月球的岩石和土软标本带回地球的标本返回任务, 月球十六号,月球二十号和月球二十四号总共带回0.38公斤的预言, 两个先锋的机器人太空船在1970年和1973年登陆于月球上, 是从连的月球步行止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的任务美国的月球探测, 始于机器人任务的发展, 既在实现载人登陆月球的最终目标, 喷射推进实验室的测量源计划, 在月球九号发射后四个月, 发射第一艘登陆月球的太空船, 那次在人的阿波罗计划也在同时发展, 经过无人的阿波罗太空船在地球轨道上一系列的测试之后, 和苏联月球飞行能力的刺激, 阿波罗8号于1968年, 首度执行在人环绕月球轨道的任务, 在1969年, 人类首次登陆月球, 以后许多次的登陆月球, 使很多人认为是太空竞赛的最高潮, 伊尔·阿姆斯壮, 是美国阿波罗11号任务的指挥官, 他在2.56分世界时踏上月球表面, 成为第一位在月球上漫步的人, 从阿波罗11号到17号, 除了阿波罗13号, 终止了登陆月球的任务的任务, 总共带回382公斤, 共2196块月球岩石和土壤的标本, 美国登陆月球和返回是1960年代初期 现在的技术获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特别是在烧石化学、软件工程和重打大气层技术, 和高阶级大计划整合管理等领域, 在整个阿波罗任务中, 许多套的科学仪器套件被建置在月球表面, 和长期工作的仪器站, 包括热流量探测器, 底震一, 磁墙计, 它们是阿波罗12号, 14, 15, 16和17设置的, 它们将资料直接传送回地球, 直到了1977年才因为预算的理由而停止, 但是工作站的月球进光测率, 回向反射器阵律是被动视的仪器, 它们仍然在使用中, 从地球例行测量的测站, 到月球基地的距离精确范围在几公分之内, 并且从这些资料可以对月球核心的大小有所理解, 目前的时代, 1990现在后, 阿波罗和月球, 更多的国家已经直接参与月球的探测, 在1990年, 日本家太空船船船船送到月球, 成为第三个有船上月球轨道卫星的国家, 这艘太空船是放一个小探测器, 在月球轨道, 但是发射失败, 妨碍了进一步的科学地用任务, 在1994年, 美国国防部和南瑞联合发送了 克莱蒙蒂那支月球轨道, 这个任务首度获得几乎整个月球的全球地形图, 和第一份月球表面全球的多光谱影像, 此后在1998年, 有派遣了月球踏排者任务, 它的仪器显示在月球的极区有光亮的轻, 这可能是存在于由油阴暗的环形山内部工化层表层数米处的水冰, 欧洲太空船智能一号, 第二艘使用离此推进的太空船, 从进入月球轨道直到, 并且第一次对月球表面的化学元素, 做了详细的调查, 中国也执行了中国探月工程探测月球, 成功地发射了第一艘进入月球轨道的太空船, 嫦娥一号, 从直到在控制下召集月球, 在六个月的任务期间, 它获得月球表面完整的影像图, 嫦娥二号于发射升空, 最重要的任务, 是为嫦娥三号预定着陆的孔弯拍照, 而其分辨解析力高达1米, 嫦娥三号携带月球车于发射升空, 并于12月4日, 与月球表面成功进行软逐落, 在这之间,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月亮女神任务, 携带了一架高宁析度电视摄影机, 和两个小的无线电发射卫星, 获得许多月球地理的资料, 和从地球轨道之外都明晰的影片, 宴渡的第一次月球任务, 月船一号, 从起环绕月球, 直到, 创建了月球表面高解析的化学, 矿物学和照片地质地图, 并确认月球土壤中存在着水分子, 宴渡太空研究组织, 计划在2013年发射月船二号, 将会携带俄罗斯的机器人月球漫游车, 美国一起发射的月球勘测, 轨道飞行器和LCLSS撞击器与进入轨道, 随后与轨道上的飞行器, 在一起在计划内, 与计划外广泛地观测, LCLSS撞击, 完成它的使命, 之后, LRO仍然继续运作, 以月球高度测量数, 获得高分辨率的影像, 其他即将进行的月球探测任务, 包括俄国的月球团块, 以它们的火星服务似土壤, 和轨道器为基础的一种无人登陆计, 架设地震仪, 预计在2012年发射, 在宣布的Google月球X大奖, 激励私人资助的月球探索计划, 将提供2000万美元, 给任何架机器人登陆月球, 结合月期它指定标准的人, 在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希, 在宣布在2020年重返月球之后, Message开始恢复在原任务计划, 星座计划开始资助预测是单人太空城合法设计, 并且研究和设计月球基地, 但是, 2011年的政府预算, 已经取消了对Message星座计划的引读, 这将破设Message取消在太空技术上的推行, 以及高推力火箭的研究, 印度也表示希望在2020年, 能够纵远上月球, 法律地位虽然月球登陆者加苏联的旗帜, 散布在月面各处, 美国国旗也向征信地插加阿波罗太空人登陆建立的工作站, 但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宣称月球表面的任何一部分是他们的领土, 苏联和美国在1967年签署的外层空间条约, 它定义了月球和外太空是全人类所固有的地方, 这份条约也限制了月球、智能工和平目的的使用, 明确禁止军事设施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设置, 1979年的月球协约限制单一国家对月球资源的创建, 开发与利用,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好泰国家签署, 虽然有一些个人曾经宣称拥有月球的全部或部分, 但这些没有一件是真实的, 文化月球规则的相位变化, 是一个很好的计时器, 周期性增长和刷减的形式成为许多古老力把的基础, 2万至3万年前复制技术放上的缺口, 被认为是月项的标记, 英语的一个月大约是30天, 英语中的名字盲和日耳曼语系, 与其他同源的语系, 来自原始日耳曼语的MNPage, 这有连接到前述原始日耳曼语的MNN, 显示德国民间在使用杨历之前是使用英语, 月球已经给予艺术和文学作品无数的灵感, 它是许多视觉艺术、表演艺术、诗歌、 打文和音乐艺术的主题, 有五千年历史的艾尔兰诺诗课, 可能是被发现最早的代表月球的描绘, 月球上明亮的高地和黑暗的海的对比, 在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中创造出不同的形象, 像是月球上的人、兔子、野牛、嫦娥、玉兔、螃蟹和其他的等等, 在许多史前和古代的文化中, 月球化身为月神,或其他超自然的现象和真行图的月亮, 到今天仍然被继续传播, 在中国有长额奔月的神话, 中国历代以来, 在诗歌文学中对于月亮, 有许多不同的雅彻, 和满月形状有关, 白玉盆、半轮、宝镜、冰镜、冰镜、冰轮、 银盘、柴盘、飞镜、飞镜、飞镜、挂镜、金镜、 金镜、银镜、桥韬铛镜、银盘、玉镜、玉盘、玉盘、 圆影、月轮和喜乐形状有关, 神工、玉工、玉工和月亮光芒有关, 柴光、芳辉、金波、青花、夜光、有阳和神话有关, 在希腊神话中,月亮女神叫做阿尔蒙迷子,月球的千蓝符号,像一弯心月,也像张阿尔, 温迷子的神功,在北欧神话中,马尼士驾驶月车的声明,精神病的联想月球长久以来,也与精神错乱和悲理性相关联,精神错乱和封天这两个字,都原自拉丁文的月球,甚至导致精神错乱,它认为主要由水构成的大脑,一定会受到月球和潮汐的影响,但是月球的引力太微弱,不会影响到任何一个人, 即使在今天,虽然没有科学的依据,依然有人兼充精神和病患的数量,交通事故,杀人或自杀的事件,在一轮满月的期间会增加,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